看到一个观众的留言说得非常实在 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收留十来亿中国人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中国 这个东西可以说大家呼吁了很久了 我们一直在说中共目前存在的价值其中有一个就是帮助整个世界挡住中国人 为什么说不把他一脚干翻 有这么一个考量 不是说他有多么强大的经济能够影响到别的国家 或者说他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 能够与整个世界对峙 说到底一句话他跟美军有代差 这个东西是个人就应该知道 那么为什么整个世界还在容忍他 不太想把他一锤子夯死 其实原因就在这 别说十来亿人放出个三亿两亿人 亚洲将成为中国人的亚洲 与中国接壤的十五个国家 起码我在老挝的时候一个一个数过 那么实际上有一个已经不存在了 中国在教科书中在地图中也把西津这个国家去掉了 那么还有十四个 这十四个国家有哪一个人口基数比较大呢 去吧 印度 印度一共只有三百多万土地 你认为 他能容纳中国难民吗 可以这样说 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你甭指望的 别说军事怎么样 人家一共只有一亿多人 他帮不上你啥忙 你要真出了问题 他一定会向你开枪 无论是像西洪这个政权 还是像越界的中国难民 那么越南不到一个亿的人口 你要放个几千万过去 他一定会开枪 这个大家不用考虑 那么还有于我们接养的这些国家 就非常 人口基数就非常小了 几百万的一大把 浓固 柬埔寨 老窝 人家加在一起 就几百万人 你放点人过去 他这个国家 还是他的吗 所以中国如果说出现 人道危机 周边国家会非常担心 他一边希望你能分裂成 几十个小国 对他不再形成高压 一边他又不希望你陷入战乱 因为一旦出现 中国内战 周边国家 尤其是这些小国 他的抗击打能力是非常弱的 所以改变中国 很多人是赞成 循序渐进 甚至一天一点改变中国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个不太现实 把中国共产党 推倒 让他下台 整个中国的改变 才会开始 那谁来推 在国际社会中 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的 美国人不会再为亚洲 牺牲自己的青年 是吧 我们可以私下说一句 谁给钱 没有人分摊军费 怎么去干掉这个独裁的国家 独裁的政权 而且内地的老百姓 可以说在共产党的教育下 七十年来 三代人的教育 你说一点成效没有 那是外宾的角度 你即便来解放他 他也会跟你打游击战 哪个国家会出动自己的青年 来帮助中国 推翻这个独裁 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那紧接着是吧 就有人在考虑阴谋论 是吧 美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 民主的中国 因为这样中国会怎么样 会这样会那样 其实你想多了 切换到一个民主制度 对中国来说 这个路是非常困难的 相当漫长 清朝灭亡以后 民国不是民主吗 那你说国民党 是吧 军政府 那北洋时期呢 北洋时期是中国难得的百花齐放 而且他秉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交战方式 除了很少的极端的案例 比如说这个 这个 冯玉强杀了这个 小扇子 是吧 徐淑珍 这种事 相当极端 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说你战败了 发一个下野的通告 你的对手 会很宽容的让你出洋 去考察 是吧 如果说你不愿意去 你可以到天津去当御工 甚至可以到泰山 去读书 这种例子在民国期间 非常 非常的普遍 可以说 当时的这些军阀 其实 还是有一点点底线的 相对还是比较绅士 后来共产党上台以后 完全就不一样了 他对政治对手 一般来说是打翻在地 踏上一万只脚 能关在秦城 关个十年八年的 都算给你面子了 那么很多人 在批斗中 悄陌生的就没了 包括国家主席 在延安时期 在整风时期 就喊出毛泽区卖罪的人 一样被干到 帮着毛泽东打天下的人 那就更不用说了 像彭德怀这样的将军 毛泽东还为他写过诗 最后一点也没对他宽容 你可以说中国历来的这种 王权时代 皇帝对功臣都是这样的 或者有人把它称为报应 但事实上 直到一九七六年 所谓的 金秋十月 把四人帮抓起来以后 才开始立了一个规矩 对党内斗争的失败者 不再从肉体上消灭了 这个其实比 前苏联时期 玩得已经很迟了 那么 赫鲁晓夫时代 他被赶下台以后 就是比较平和的让他失去权力 并且得以散终 当然了 现在普京又玩邪的了 他的反对派 哪怕是一个记者 别说是反对派的领导人了 不是下毒就是枪笔 直接就暗杀了 但是在中国 直到今天 大家对改变的方式 好像还在探讨 但历史总会出现意外 没有人会知道 中共的坍塌 是由什么事件引起的 其实现在缺的 就是一点点火星 如果有一个 能够牵动全国的事件 甚至它起初可能会很小 大家都不会拿它当回事 但是中国的改变一定会开始 它一定会从一件小事 引发全国参与 因为整个世界 正在给它套上脚锁 现在把它从世界 经济循环的过程中 剥离出去 无论它哭得闹的说 不许脱钩 是吧 不能脱钩 脱钩对你们不利 但是这个世界很现实 其实国际政治很残酷 没有人听它说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的政策 已经足够了 它失去源源不断 创会的能力以后 国内的资源将无法 维持十几亿人的一个国家 正常的运转 哪怕是乐井裤腰带 你也养不活这么多人 所以中国的变化 一定会从内部开始 不是靠我们呼吁 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 最终是由经济决定 由经济中 最实实在在 接近我们的一股力量 比如说粮食 压倒中共 统治中国 维持独裁政府的 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就是粮食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